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个宝石的一个项链 然后这个宝石的项链是一个 应该是币锡 币锡 币锡 币锡的一个项链 这个项链 买家是买了总共是买了300万 听说你买这个宝石 跟我刚刚讲的那段故事 有点相关 因为你08年金融海啸风暴的时候 听说你投资了雷曼兄弟 产赔多少钱 美金448万 美金448万 48万 是 全部都赔光了 是 那笔钱全部都没有要回来 都没有 那跟这个宝石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才转投资这个宝石 这个是花了300万台币 所买的一个币锡的一个项链 是来自于帕拉嘻啪的一个币锡 另外特别我们要特别欢迎的就是 曼华老师 欢迎曼华老师 好 曼华老师的话 台湾观众朋友们 可能稍微比较陌生一点 但是大陆的观众朋友 对他非常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现在在四川电视台 有一个非常红的一个节目 对不对 好几个 好几个 为什么你能够接到那么多 四川电视台的节目 为什么我都打不进去中国大陆 来找我就好 真的吗 不要...逼掉... 所以你是靠美色对不对 没有 我没有美色 我哪有美色 其实我是就是 我的工作还是就是命理老师 命理风水 然后因缘机会到了中国大陆 电视台领导都是我的客户 难怪 然后就叫我上台 上电视去讲讲 所以你帮他们看过 帮他们改过风水以后 他们就平步青云这样子 还可以 所以你也跟着就平步青云了 我都去做功德那种 好 待会我们要来看一下 曼华老师的一个收藏 另外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 我们的资深拍卖官 陈佩玉 佩玉 你好 大家好 佩玉好 佩玉最主要从事的是 拍卖官的一个工作 而且他也是开拍卖公司的 好 来 接下来这位就是李总 欢迎李总 大家好 紧接着我们要特别欢迎的 就是连国燕 连老师 好 连老师 连老师从事这一个 珠宝的一个相关的行业 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也是前美国GIA的一个讲师 好 首先我们赶快欢迎一下 就是林博士 博士 你好 好 来 林博士 您现在最主要从事的是 生技科技嘛 对不对 哪方面的生技 就是关于农业土壤改良 跟医疗美容的一些产品 这个是在哪边买的 这个在算是台北珠宝展 那里面的摊位买的 他那时候买的价格是买在10万 而且是在珠宝展 台北国际珠宝展 好 台北国际珠宝展 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好像是月底 差不多 今年的月底 11月几号 21号 21号开始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世贸看一下 好 其实这件作品 其实非常开门 什么叫开门 你看它的色根 你看它的绿色的分布的状况 非常漂亮 一个猴子抱了一个桃子 然后你看 两面都这么绿又这么透 裸空雕刻 还不错 博士底子差了点 博士他要估是20万 好 我们请李总的 幫我们评估一下 这一个好彩头的一个欲罪 买入价格是买在10万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 是多少 要请建价 18万 差不多 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有非常重要 博士你很会估 你估的价格是差不多的 好 来 接下来 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刚刚有特别 我们也讲到的这个是 Parahipa的一个碧席 来 给各位看一下 好漂亮 我是不是换一个地方 来 给各位看一下 好 会闪光 会闪 博士 你有女儿子吗 没有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 要搭 多结婚 没有搭 博士 你没机会 对 他刚看到这个 这样子这么闪的东西的话 天啊 这一定要问清楚 所以没有送给媳妇这个 没有 没有 儿子他们都没有 不喜欢珠宝吗 都给他们现金 这个好像多好的老爸 对不对 来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 偶尔牙拿这样 来 300万的 总重量是166.98克 Parahipa的一个珠宝 非常非常的散 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看 给各位看一下 而且它 基本上没有一颗是小颗的 我必须这样子说 每一颗都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它上面的颜色的话 有紫色 绿色 蓝色 还有棕色有没有 它是一点带Blue Light Blue 然后一些Greenish Blue 好 然后另外有一个绿的 对 淡绿色 还有淡蓝色 这里淡绿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先问一下那个博士 博士 你每一颗都有看过吗 有 每一颗都 而且每一颗都送鉴定 你这个是去哪里挑来的 先告诉我 你去哪里挑来的 这个也是在珠宝店看到的 珠宝店 台北的吗 对 东区那边 他有没有跟你讲说 这个是 这是哪里的那个臂喜 来 我们请 这个其实我们的林博士 是不是 你雷曼都已经赔到多少钱 四百 四十八块 一两亿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这三百万 如果有问题 无所谓 对不对 什么无所谓 什么叫做无所谓 三百万 很多人一辈子赚不到三百万 今天大家知道GIS 是国际类似最有名的鉴定所 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看到哪一个字写跑来一把 在这边有写跑来一把 好 就在这里写跑来一把 来 我教大家看证数 不要以为有证数就好了 来 我们从上面来 第一个 天然的壁形 就是说什么 含铜的梨 电器石 第一个 没有看到跑来一把 第二个 它的来源在哪里 墨山比克 墨山比克 很符合啊 第三个 没有烧 好 他看到了跑来一把了 不好意思 来自墨山比克 然后又是无烧的 然后呢 又是 然后就糟糕了 它上面说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呢 你这个东西是在巴西发现的 蓝的 这叫做帕拉伊把 可是它的产地是在墨山比克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 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吗 巴西采完了以后 已经枯竭了以后 采在墨山比克那边有看到 我给你看另外一个证书 好不好 来 这个证书上面写得清楚 叫做帕拉伊把 这个石头上面写说 我是墨山比克的 我没有烧喔 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像帕拉伊把 巴西的颜色 他没有提到这一串是帕拉伊把喔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不要看到证书就很开心 你看到证书 天蓝的眉梢帕拉伊把 他不是写 我想林博士 你看一下 Such as found in two marines from帕拉伊把 Brazil 这样的东西呢 如果在巴西发现的叫帕拉伊把 所以我们知道帕拉伊把 是蓝色的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紫色的 这个绿色的 还有这个浅蓝色的 还有灰色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说这上面的话 你说帕拉伊把的话 只有蓝色的 是不是 没错 那这边其他的颜色 到底是什么 它是必行 它是含銅的 好 来 那这边还有一个 来 给各位看 没关系 如果是蓝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蓝的有哪一些 这些有蓝的 有蓝的 搞不好这些蓝的话 是帕拉伊把的 我们现在来见价好不好 糟糕了 雷麦兄弟都已经赔钱了 我跟你说 昨天我见到一个 买300万 好不容易 人家 想说换一个 转换一个投资方式 来去买财宝的话 等一下又赔钱了 这样子好不好 我给你两个价格 两个价格 如果这是跑了一把的话 这是跑了一把 整圈都是跑了一把的话 你知道这一件多少钱吗 多少 现在的行情 一克拉是10万美金 300万 160克拉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你把雷麦兄弟赔的钱都赚回来 大概7000多万 快了 好 第二个 我说的 只有蓝色的是跑了一把 我刚注意看 它是08年的证书 在08年的时候 刚发现这个 莫山比克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所谓的蓝电汽车 它不敢打跑了一把 但是呢 就我的 我认为蓝色的 有可能叫跑了一把 这一串的价格 是 1680万 可是 如果你都不是 你只是所谓的 它连铜都不含的话 对 现在一克拉是1万多块 也就是166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买入价格是买在300万的 Parahipa的一个项链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 是多少要请建计 1680万 是 谢谢... 1600 谢谢... 这一个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的 涵铜的蓝绿色的币锡 在1985年 在巴西的这个州 帕拉伊把州 发现到1989年就挖完了 世界上再也没有了 结果呢 在墨山比克这个地方 在2006、07年的时候 他发现了这些币锡 所以他没有打 他才刚发现呢 在保释界 他不认为这个 墨山比克 踩的是帕拉伊把 所以我告诉你 你是要把这个 把这个蓝色的拆回去 打出来绝对会是帕拉伊把 必行 可是我告诉你其他颜色 他绝对不会打是帕拉伊把 必行 所以是蓝色的那种 你能不能指出来 我们现在看 那个请林老师 我们看一下 哪一些是帕拉伊把 帕拉伊把... 剩下这些紫色的绿色的 他不会打帕拉伊把 1680万 08年的时候 300万说实在的 你拿进去买房子的话 可能买不到一个小套房 但是现在放300万进去 一克拉300万 太厉害了 08年赶下去买这个东西 你看 老板还是很有眼光的 好 接下来 这个又不得了了 太厉害了 刚刚那个是买300万 照道理讲这个的话 真实幅度会更可怕 是 因为那个时候 也是同一个时间点吗 晚一年 晚一年 就09年 好 来 09年的时候 买了这一颗 这一颗总重量达到了 33.36克拉的金绿猫眼界 来 我们要拿一下那个灯 好 给各位看一下 这颗有够漂亮的 你看 给各位看一下 你看 他整个全部都是通透的 好像玻璃一样 来 先看一下 我现在不会再 我现在看那个价格 我基本上觉得董事长 基本上不会买到玻璃 真的好大 现在我只是想说 他到底赚多少 因为这太厉害了 你看 买了400万 你买这家里面的人 都没有说什么 儿子什么 老婆都不会说什么 只有给他们现金够 他就不会 就不会说话 就不会烦你 然后你就自己做 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这个 我看一下他那个 好漂亮 来 这边 他的那个猫眼的现象 在这里 好 那这个是在哪边买到的 这个也是在 在东区那边的那个珠宝店 同一家吗 不同一家 我到处 你买完以后 那些珠宝店 是不是就倒掉了 因为好东西都被你收走了 他们就不用再经营 有些人是舍不得卖 有些人是舍不得卖 那绝对的 这个太少了 这么大的尺寸 这很大 你看 很大 很大 它的那个 它的弧度非常的高 它的高度够 很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后面这边 好 那时候 那时候它的开价是开多少 这有没有封 有封吗 没有 好 没有封 那时候开价是开多少 应该是开差不多450 才杀50万 对 因为他舍不得卖 这种宝石不是都杀半价的吗 不可能 我不可能 我不是那么会杀价的人 这个看到没有 77克 然后多少钱 来 价格在这边 82万美金 2000多万 你知道这一刻 拍到多少钱吗 拍到多少 2800多万 2800多万 来 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有点像 来 这边 好 这一颗 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一颗 好 这一颗 2800万 70克啦 你这个30几克 我觉得如果按照这样子 等比例换算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 我其实要是我的话 我会买这一串 我会买那个只有一颗而已 最起码比较脱颗 可是这个很少 这个很少见 这个现象时不一样 你没有光的时候 你现在看了一个 好像玻璃柱一样 太阳一出来 你就看到这个线在上面 有没有看到 当初这个金绿貓眼界 买的价格是买在400万 来 博士您自己估呢 大概现在有550万 曼华 好 我的大主持人 现在在台上就改了 他说这一颗他很喜欢 550万你要不要卖给他 我不卖 我跟你讲 你看齐瘦 600万... 600万... 上600万喔 真的吗 没有 他都还不知道 等我哭玩家你就知道 赶快卖 来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是33.36克拉的 金绿貓眼界 当初买入价格是买在400万 我们来评估一下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 是多少 请建计 350万 我跟你讲 同样的 他600万要买 快点 还来得及他 等那花老师 对不对 就600多万 为什么啦 为什么赔了50万 大家都知道这个金绿貓眼 除了颜色像Honey Color 这个是Honey Color 没错 就是蜜糖黄色 但是所谓的直细量中火 直 有了 细够不够 不够细 你看它不够细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比较一下 有看到没 你说细是那条线 对 线不要太粗 线不能太粗 这个线太粗了 对 那在中间没问题 火也还可以接受 这就是我讲的 就像翡翠一样 差一分水 差十倍的价格 这个东西呢 我跟你说 你买得非常好 30几克啦 金银 剔透 蜜糖 黄色 它的线如果再指点 再锐一点 它就是刚刚那个价格 起码过千 所以买珠宝要专业 买现象时不要看到线 一条线 六条线 都觉得你买回家 就变三条线 可是李总 你们这样子讲的话 李总你们这样子讲的话 我觉得那个也不近公平 因为每一个人看的线的形状 又不一样 没有 你们看的线到底要怎么样 才算是线 我们看这样子也是线 可以 那为什么到我们这边 就变三条线 好 来 第一个 你看一下这些 有啊 细越细 你看这一个 林老师 你那有三条线 有 因为其他光线的关系 我们请林老师动一下 有其他光线 动一下 看到没 好 看到这一颗 它的线要比较细一点 要细 可是它跟它的大小有没有关系啊 我跟你说啦 你家里有养猫的话 回去看 你那个猫得了青光眼 它就是这样 好像眼睛这样子张不开来 看不清楚 那你的猫呢 这个非常健康呢 波斯猫就是这种眼线 所以这个林老师 李总人家350万的东西 也是很贵的东西 你不要跟人家讲青光眼好不好 我尝试用比较简单 写实的方法 大家了解以后 大家一会买猫眼的时候呢 就抓一只猫抱着去看一下 那一猫的眼睛 就是这个颜色好不好 不是你买这一颗的话 赔了50万 应该也还好啦 还好啦 还好这放下去的话 搞不好都还有机会 对不对 可是你买这么高单价的东西 你都自己去逛 珠宝店直接买 是 那你怎么没有进那个拍卖会 拍卖会也会去 你也会去拍 很多人对拍卖会有误解 认为拍卖会 都是有钱人去参加的权利 这是错误的 你看这个玻璃种的观音 杏玉哥 你猜一下其标价多少钱 我请董事 那个哪个 好 来 那个董事长 生技公司的董事长 你觉得这个玻璃种的观音 董事 董事 来 咱们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 他很透 来 我们在镜头看 很冰的 对 像玻璃一样一块 不是水墨子 冰种很脆 他是不是 他有点点 他有点 非常漂亮 这一件我们起飙价才20万 来 这一件我们这次起飙价 是零元起飙 20万很贵 不是财 冰种的观音 他市价肯定过百万 你说这一颗 这个 对 这一个的话 这肯定过百万 这是玻璃种的 你看一下 你看现在贵成这样 起飙价就要到20万了 好 另外这一个 零元起飙 这是起飙 零元 这是零元起飙 我就从零开始 那庆雪跟汉一块对不对 来 一块 有没有要加价 五块 五块 有没有加价 来 五块一次 五块两次 五块 来 恭喜你 十块 对不起 我已经落成了 这五块钱 麦克斯 好不好 来 这一件呢 我们是十万起飙价 这一件呢 这一颗就OK 这一颗 老坑一种 老坑的 十万块钱 所以你知道 这个其实委托人 其实也在现场 他眼睁睁看他的珠宝 希望能够拍上去 如果没有拍上去 底标价出去 各位都赚到 当然我这边还有一颗 帕拉伊把 小了一点 没办法跟我们林博士的比 但是这一颗 帕拉伊把就厉害了 这一颗是什么 正宗巴西梅梢 帕拉伊把的帕拉伊把 这个颜色还是有差 不一样 那个宝石这样子一比较的话 其实真的还是有差 对 这颜色就更浓郁了 你说这一颗 是一克拉十万美金 这一克拉是十万台并 这是十万美金 一克拉是十万台并一克拉 你想想看这一串一百多克拉 是这种颜色 没有烧得跑来一把巴西 要多少钱 好 来 这个都买不起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 来 我们请这个 林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有沒有要送拍 这个 还没有考虑 来 这个是紫罗兰的一个 珠链 这个颜色 我觉得颜色有点怪怪 对 颜色 来 我们拿一个灯 光给各位看一下 颜色看起来 来 其实它还满透的 它是透的 但是整串的一个 紫罗兰的颜色 其实说实在的 这样子看的时候 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它没有那种 紫的那个焦脆焦嫩的感觉 然后反而有一点点带灰 敬雪哥 我发现你没办法吓到它了 它没有叉 它没有叉 我觉得看起来像蓝玉水 你知道蓝玉水 看起来好像蓝玉水 这个差点跟蓝玉水 好像土耳其的蓝玉水 真的是满接近的 我看一下 它这个也买不便宜 各位 它买300万 紫罗兰 这个紫罗兰 买300万 紫罗兰你是什么时候买的 买差不多 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已经长起来了 你这个颜色有点没嚼 有点点喷点紫的那个感觉 对 而且它的 真的 我讲真的 没有 这个真的 它的紫罗兰的颜色 它的紫罗兰颜色 不是那个真正要的 而且如果说金额高的紫罗兰 照理讲通透度要很好 这个看起来是像芙蓉帝 还没有到半冰那种质地 这块石头里面 我们仔细看它有两个色 一个主理是紫中带浅灰 还不是真的很灰 是它的主体色 另外是它在上面表现出颜色 像色根那种色丝色在 色点的这个状态 就是比较鲜艳的紫色在上头 像飘花一样的颜色在上头 所以这个料是 单纯由一块原石磨出来 好 如果是这块原石的话 它应该是很大一块 能够磨出那么多的珠子来 那它为什么不磨成手镯 它一定在它原来的毛料里头 有一些裂 它必把裂的部分避开 要磨手镯它是很大 但是它必须要完整没有裂 能够取出完整的手镯 我们这个毛料找到以后 第一个考虑 绝对是把手镯考量在先 如果说有一些细裂 或有一些大裂 它必须要避开 而没有办法做成手镯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做成了珠子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一个子罗兰的一个珠链 总共几颗 40几颗吧 对 43颗 43颗 43颗呢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见价 我认为它的底是老的 底是老的啊 我今天就带了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古董业的重大秘密 来跟各位分享 它这个真的耶 好 我们来评估一下 这个是北宋年间的 黑幼带帽直赴台湾 目前市场上的参考价是多少 请见价 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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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